农业部农村发展以及水土保持属花莲分属 日前举办了农村低碳轻旅行的成果展 以绿色照顾站的活动来自寿丰厢五个农村的社区长者 共同料理美食 展现出平常在绿色照顾站所学到的料理技巧 也带领长辈吸收展现绿色照顾的计划执行成果 水土保持属花莲分属于丰山村不安腰农场举办绿色照顾 成果分享活动 带领长辈吸收展现绿色照顾计划的执行成果 现场有将近60个手作品 小吃甜点DIY体验等摊位 还有绿色疗愈的展现 绿色照顾是我们农业部推行的一个政策 在我们农村学保署在推动这方面 就是由我们代替的社区来去申请这个绿造计划 绿场绿环境还有绿生活 那从这四方面去来照顾这些老人家 让这些老人家可以活得健康快乐 那像今天有一些成果 待会会有一些成果 都是这些陪伴的这些老人家 还有我们绿造园 自己来做出这些绿色的食物 这个绿造他们也是慢慢在学习 我们也会培养当地的这些绿造园 就是让他们取得这个绿造园的资格 让更多的社区可以来做这些对老人家的一些照顾 我们会持续来指导 参加活动的有寿风箱长征书役委服务处 主任廖玉璇 丰山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吴敬才等人 让丰山社区长辈们都能够有机会展现自我 传递不老的精神 也让现场的民众亲身感受中高龄族群 历经岁月累积的记忆与人生智慧 沉浸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 记者临结寿风箱采访不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